今年7月 有团体在圣城耶路撒冷 举行同圣戀游行 爱地球观察站驻以色列记者 也有去到现场采访 并且专访了以色列圣经公会的负责人 让我们一起了解 如何为到以色列祈祷守望 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中的圣城 三大宗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反对同圣戀 但近年在耶路撒冷 每年都会有同圣戀游行 而刚刚过去的第十四驾游行 更加破纪录 有高达二万五千人参加 除了支持同圣戀的人 在游行起点的另一边 都有一群犹太教徒 举起坚持传统婚姻 保护家庭圣洁 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父亲和母亲的标语 以喊口号 和唱希伯来文歌表达他们的立场 基于2015年 有一位极端犹太教徒 在游行中刺双六个人 其中一位16岁参加者更加被刺死 今年游行很明显 看到当地警方有严密的安排 游行直到大约八点 仍然戒备心严 根据以色列旅游告官方网站 所连结到的特拉维夫网站 看到网站十分支持同志运动 在当眼处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同性戀的资讯 而台湾更加有书商为特拉维夫出版 同志旅游盗栏书 帮助人和性戀人士去旅游 对于在以色列 有人这么大力支持同志运动 以色列圣经公会负责人Victor长老 觉得不是一件自然的事 如果游行活动在其他国家发生 可以理解为因为民主社会的发展 而产生的现象 但是耶路撒冷是宗教城市 同志游行在这个城市举办 会令三个宗教信仰的信徒感到冒犯 很多社会人们想要表明 以色列是一个很公开的国家 很公开的国家 就是一个公开的国家 所以他们把这些主题的主要性戀 以及其他物件 他们想要表明 特拉维夫的主要性戀 主要性戀 要表明这个世界上 在 Israel 我们也导致一个信息 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说 有些 homosexuals among almost every group 这包括 Orthodox Jews 你会有些 但是当你有一或两个像这样 或更多 immediately它发现新闻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 不认为这就是一件事主要 Victor认为信徒要忠心持守圣经的教导 拒绝圣经所指不合上帝心意的行为 而不是拒绝任何人 我们分享了福音的价格 福音说是对它 再次不是对民主 而是对行业 与我们一同纪念以色列的当地人 有机会认识圣经 包括新约和旧约的真理 又为当地不同立场的人 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 祈祷守望